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外外华头直播店 咱今天给大家聊了一些东西呢 估计很多这个单身狗啊,特别关心 当然主要是攻的了 很多人可能都或多或少打过手枪吧 不过有人打完手枪之后呢 心里就老担心 都是这个打手枪特别伤身 对吧 有的人还说这个什么 异地精实地血 形是这样老打手枪 哪天会不会 来什么精灵而亡 再或者说 真 尽当需要播种的时候 没种可播了 所以呢那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打手枪的这个事啊,到底有没有害 第1个呢,这个一滴精 什么十滴血,这个是扯淡的事啊,根本就没什么回事 啊,那个精子和那个血也没什么联系 在这个自然界中啊 这个雄性动物是从来 那个 就是不会这个吝啬自己的这个精子的哈 他基本上属于 那个 处处发情到处留种 你看到没 当然人因为是受这个道德的这些约束之外 基本上都肯定是一夫一妻制嘛 而且这个 雄性的 来说 他那个精子 不像 女的那个 那个卵细胞 一个月才来一次 他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查 嗯 而且他有时候买了自己还出来 包括有的年轻的可能有时候 那个晚上做个吹梦 他现在没有吹梦,第二天 哎,发现床湿了一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那个 尿床了呢 像这个就是叫精蛮制衣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有这个问题哈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虽然说这个男的这个产生那个精子的这个能力很强 但是说如果说你不注意 这个营养 啊 又成 又 也不锻炼 成天泡在网巴里 然后打个撸啊撸 然后再看点 看完有时候再看点小视频 看完之后去去什么厕所 打两枪 饿了呢就就整整袋泡面 这样的话你想想那不 那不整的像个 吸毒似的 那肯定对身体 危害很大了 但有人会说,有人说打手枪对的前列腺不好 有没有这么说法呢 还真有 这个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打手枪 和什么有和那个什么有联系,和那个前列腺癌 不过我说完这个很多人估计 得乐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 国外有些研究像美国的英国的一些 很有名的那个杂志 做过方面的发 发表过相应的那个研究 打手枪呢 还有 有助于预防那个前列腺癌 什么意思啊 就说你手枪打的多 你得前列腺癌的这个 可能性比较低 很多人是不是高兴了 当然还有人这个 还有人说这个打手枪和这个 打完之后和你射不射还有关系啊 但是这个具体的再往下弄 那个做些的研究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的研究 但是 至少目前来说有这个方面 那有人说我是不是能为了预防 前列腺癌就一天到晚打,那肯定也不行,为啥呢 别忘了哈,除了这个 咱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比方说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有时候什么叫前列腺增生啊 嗯,是这样哈,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 前列腺增生由于到一些上岁数的人之后 他原来可能叫 迎风尿三尺 后来怎么办 顺风 也尿死血 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就是 常见的就是前列腺增生 你要增生严重了呢,活人有可能让尿病死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这个前列腺一些增生或者肥大的话 这种情况下 呃,打个手枪是不好的,因为你打手枪的话,他要充血啊 这种情况下会进一步刺激这个前列腺啊 就容易加重这个前列腺的那个增生 这也是一方面哈,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说 那个 因为 你先哈,你老打手枪哈,有的人就追求快感嘛,对吧 有他漏张 几下 那就射了 嗯 这有的习惯就形成一种习惯的什么呢 找泻 对吧,就形成一种反射了 你想你自己打手枪的时候都 都找泻对吧,那你要真正到上战场的时候对吧 那一哆嗦 那不成 秒射了 对吧 嗯 至于其他的这什么 上身那上经的哈,这那的,那基本都没有什么依据啊 嗯,所以说呢 你要是偶尔有时候打打手枪 这个释放一下这个压力,还是行的哈,但是说 你要是 老想这个事 那有的人甚至都几乎撑影哈,那也那也肯定也不行 嗯 毕竟尤其是年轻的,你你不能 总想当这个一辈子的固然枪手吧 对吧 再一个 嗯 打破的魅力是不是比打手枪还要大得多 嗯 所以说呢,你不要要是上学呢,你好好学习 然后年轻的工作的呢,就好好工作,多挣点钱 不要在这个该辟薄的年纪 该辟薄的这个年纪,成天想着打手枪 好吧 咱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哈 拜拜